大家好,我是Project & Bella的Clorus 大家好,我是Dominate Dominate,我們今天會說什麼話題? 我們不如說儲蓄保險和長者生活津貼的關係吧 好,其實有很多老友記都想知道 保險是否可以全面計算入資產 這是一個100萬的題目 是的,其實我想問問現在 你WhatsApp 中也收到很多老友記的查詢 他們的情況是怎樣呢?以你的認知 普遍來說,大部分老友記都透過不同的渠道 去獲取資訊,例如他們會去銀行 或者去一些人手的保險公司查詢 他們在那裡得到的資訊通常都是告訴他們 儲蓄保險是可以全面計算入資產的 但實際上不是 實際上不是啦 真的很無奈 是的,實際的情況是怎樣呢? 其實如果你是儲蓄保險 雖然是有少少的人手的成份的話 但儲蓄保險仍然要計算它的現金價值和紅利 所以老友記一定要申報儲蓄保險的現金價值和紅利 如果你本身都不知道自己買的那份 究竟是儲蓄保險還是人手保險的話 都可以WhatsApp這個電話告訴我 或者找Callers 給你看看你的保單 究竟是屬於人手保險還是儲蓄保險 另外我就想問一下 老友記是否真的不能買儲蓄保險的呢? 其實也不是的 雖然純儲蓄保險是會計算入資產計算 但其實前幾年儲蓄保險是需要一些時間去投資滾傳 因為前幾年它是沒有什麼現金價值和紅利 可以計算入資產裏 要小心計算 因為後面儲蓄保險就會開始 回報就開始回來 所以就要小心計算 並不是說不可以買 嗯 考理不了 儲蓄保險是可以買的 不過就要小心去計算 它的現金價值和紅利 再加上你其他的身家 包括強積金、股票和定期存款 究竟會不會你整個個人的總資產 超出長者生活津貼的上限 這樣才行 所以要計清計鎖 但是喂 Living 我不想計算 我不想理那麼多 我想安安定定 只是拿著長者生活津貼 不需要煩 那可以有什麼辦法呢? 其實可以是買年金的 因為你一筆過去買年金的話 你一筆過買年金那筆錢 就不計算做資產了 但是每月拿年金那筆的入息 就要計算個人的入息 沒錯 所以懶的話就可以買年金 但是如果我是精打細算的 我想多些錢的 那買儲蓄保險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年金的話 就直接可以快免計算資產 所以就不用剛才我們說的 要計算過自己的資產 但是儲蓄保險它也有自己的好處 就是它的增值能力會強一點 它之後滾出來的錢就會更多 對 就是你將來拿的錢就會更多 因為年金會派到乾堂 沒有錢的 但是儲蓄保險會不會乾堂呢? 不會乾堂 還有年金還有一個幣端 就是它拿的年金的數目是一樣 例如你今年拿五千元 你十年之後都是拿五千元 二十年、三十年之後都是拿五千元 那儲蓄保險呢? 儲蓄保險就會一直滾傳 原來它的回報就會一直上升增加 那如果我有筆錢 我急需拿來醫病的話 那那份儲蓄保險會不會幫到我? 幫到的 你就可以在裡面拿一筆錢出來 如果它已經滾傳到 有相當的現金在裡面 嗯 好了 所以如果大家對儲蓄保險 或者年金還有什麼疑惑的話 歡迎找我 或者找Cloris 去跟你詳細了解、聊一聊的 我們都很樂意和你解答 拜拜